当地时间6号中午 保守党新党魁特拉斯来到苏格兰巴尔·莫勒尔堡 觐见英国女王 获得女王任命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 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 女首相特拉斯可谓在危机中上台 摆在眼前的严峻挑战 包括高涨的能源价格和黯淡的经济前景 另外特拉斯的对华政策也备受关注 此前有报道说 他出任首相后将会把中共正式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给你带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